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刚刚我们做的这个BigFi就是把它转换成那个全形半形的这个部分 如果你利用的是原来的那个BigFi直接VBA输出的话它会有个问题 因为在那个Excel 2010之后它BigFi如果你用直接这样输出会产生错误 什么样的错误因为我刚刚一样直接把这个公式丢过来的话 它会发现这个Reference它等于是参考的错误 那后来我查了一下我刚刚查一下它把BigFi的这个函数做了一个修改 变成说如果你今天要输出的话你用BigFi转全形会产生错误 那如果你不要产生错误的话我刚刚试了一下 这个地方恐怕必须要利用什么那个Application里面的Workshed Function 里面它不叫做其实你如果点下去你会发现你打那个Big Big5是没有这个东西的那也就是说它现在可能新的版本吧 旧的版本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新的版本有的时候可能是要转换那个编码方式 所以它后来就又改了一个那个函数名称 叫做什么DBCs这个 DBCs 那它利用那个Application.org function.dbcs这个来做转换成全形的新的函数 所以如果你用BigFi它似乎不能接受 所以变成怎么样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你势必就怎么样必须先把它转换 然后再去算它的等一下再多一个步骤啦 那我刚刚如果你要我们还是分成四个部分清楚的话还是分成四个 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多做了一个那一样这个地方把那个转换的来源就是在A栏 这地方A栏的来源先帮它转换成全形 先把它转换成全形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还是再需要什么再需要多一个栏 也许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只能转换成全形 那如果说呢你现在呢又要再把它计算它的长度的话那LENB可能就再需要多一个栏 给它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势必就是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再插入 假设我要用VBA来做的话可能我们步骤还是把它切切出来 那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呢计算什么全形的长度 所以这边的话呢是多一个 然后再利用那个LENB把它输出 那最后可以把这个公式再把它完成 那不过动作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些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做完的话 我的效果大概是这样 第一个一样做清除 不过清除的话我是把反正就这个 一二三多这一个四五 所以你可以看到B DEFG这几个 反正清除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把刚刚只有清除那个B栏的部分 多清除这些啦